再有政府高官疑似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引发了议论 那这一次涉及的是高等教育局总监拿督胡塞尼奥马 网络流传多张照片显示胡塞尼奥马在开斋节第一天 到伯特拉大学出席有学生以及大学管理层参与的开斋节活动监验会 违反了防疫操守 警方目前已经介入开档调查 沙登代警区主任罗斯迪今早发文告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开斋节第一天 现场的活动是派发开斋节献礼给学生以及开斋节聚餐 出席者就包括了大学的管理层以及一众大学生 罗斯迪说警方目前援引2021年紧急状态之传染 并预防和控制法令开档调查 一旦证实他们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将向活动主办方开出1万令吉的罚单 参与的人则会被开罚2000令吉 警方会尽快把调查报告提呈给副检察司 在拍网刻作与的话 网站领现场合con 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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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